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吃過蘋果 但是您還記不記得 您第一次吃到蘋果的時候 和吃蘋果的經驗 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家小時候很窮 所以其實蘋果很貴 那都買不起 所以我們只有在過年的時候 在親戚家看到那種 轟滾滾的蘋果 而且很多都是從日本來的 那種很昂貴的大蘋果 那都放在工作上 那我們去親戚家吃飯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看著蘋果 覺得就想像它的味道 然後在吃完飯之後 那親戚就會削蘋果給我們吃 然後就是我小時候吃蘋果的經驗 但是家裡因為沒有什麼錢 所以這種屬於比較高級昂貴的蘋果 我們是只能用看 不能用吃的 直到我國中的時候 有鄰居拿了綠色的蘋果給我吃 那是第一次我擁有吃蘋果的經驗 一整顆這樣吃下去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是綠色的呢 對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看過綠色的蘋果 想說就吃吃看吧 當我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哇 好酸喔 我就想說這個綠色的蘋果 應該是還沒有成熟的蘋果 那到了高中 又有鄰居送給我們 加紅色的蘋果 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好 說到蘋果 那其實我也不能理解 為什麼亞丹跟夏娃吃了蘋果之後 它可以分別試非三個之後呢 然後就要被逐出伊甸園 而且又被處死 因為他們在伊甸園 其實一直享用的是生命之樹的果實 他們可以得到永生 但是他們就是不能碰善惡樹上的果子 那他們碰了這個果子 吃了這個果子 能夠分辨善惡之後 居然就被趕出伊甸園 我是覺得這事有細翹 怎麼說呢 你想想看 他們本來是不能分辨善惡的 不能分辨是非善惡的 然後吃了這個果子 它就能分辨善惡 所以基本上 它在被創造在伊甸園裡的時候 它是不會分辨善惡的 那當然 當這個蛇拿了蘋果給它吃的時候 因為它也不會分辨那個謊言 也不會分辨這些誘惑 它當然吃了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您覺得呢 但是 它這樣子很自然的 在很無知的狀態下吃下去的時候 居然要被趕出伊甸園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很奇怪的設定 不知道您同不同意 所以我在想 萬一 萬一亞當跟夏娃 他們沒有吃那顆果子 那這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這代表亞當跟夏娃 他們能夠分辨 蛇說的話是假的 是不對的 是不好的 是個誘惑 所以他們拒吃 這代表他們就已經 已經具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了 還沒吃果子之前 他們有分辨 這是不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想想看 大家聽說啊 他們可以吃蘋果 他們可以分辨是非善惡 然後吃長生樹上的果子 然後享受永生 哪一天 他們看那個園長不順眼 把他趕出一點遠了 那這還得了對不對 所以 這個設計就是要讓他們吃 然後被趕出去 我覺得 這是以我的邏輯 那當然很可惜 事實上我也想見到夏娃 這個傳說中我們的母親 然後 我們有傳說 聽說夏娃在還沒有遇到亞當之前 是個非常清純的少女 她很喜歡 每天在伊甸園裡摘花 用花的香味 去引誘那個她思念的 她所想像的亞當 她一直聽說的亞當 在哪裡呢 她就一直用她的花的香味 把它引誘出來 可是因為亞當很害羞 所以亞當只能躲在森林的一個角落 慢慢地看著美麗的夏娃尋找 所以基本上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他們 是在玩一個 躲躲藏藏 尋尋秘密的遊戲 然後呢 夏娃也會吃上地上的果子 準備給亞當吃 可是 先判又判 就是判不到亞當 只判得到 森林裡的 蝴蝶 昆蟲 獅子 老虎 等動物的友誼 所以 漸漸的 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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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得了 稍微 一點點的憂鬱症 她得了一點憂鬱症 然後 還只能 跟這些昆蟲們 動物們 訴說她的苦處 但是這些動物們 其實也沒有好好對待夏娃 常常也來騷擾她 那麼 我們來聽聽看 在夏娃還沒遇到亞當之前 她清純的模樣 請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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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這一定無可 請問她 請問頭 請問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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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